下面這一段我想你就自己 從雲端上有一個那個 Public Sub 年曆 一直到哪裡呢 到End Sub 其實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你把它Ctrl C Ctrl V貼上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那個 模組下面 那你可以自己再建一個按鈕 按鈕加上去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按年曆 它會跳出請輸入 那個年份 你就輸入 你要 2019 那2019呢我的需求是 幫我先把舊的刪掉 刪完之後自動幫我產生那個2019年的年曆 產生完之後呢自動幫我格式化 大概這樣的動作 那如果你要自動化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有沒有全部都一氣呵成 一整年的年曆全部完成 就一個按鈕 只是說後面你要再延伸什麼 加一些什麼 自己再加程式進去 那就可以是一個 你要一整年行事曆 馬上可以 而且不同部門 甚至不同 的人啊 都可以自動建立 他個別的 那個年曆出來 那其實就很方便 OK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複雜度還蠻高的 其實也沒什麼啦 我上面都有加一些註解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跑跑看 那我是建議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這邊有一些簡單的技巧 就是說 你可以讓程式停下來 那如何讓程式停下來慢慢跑呢 一你可以 設定中斷點 什麼叫設定中斷點 就是說讓程式停在某一行 在那個旁邊的地方 點一下 它會出現有一個 深紅色的點 這個時候表示程式會停在這邊 那你可以配合 F8 F8是逐行出錯 比如說我這邊執行 他程式停在這裡 你按F8 他會跳 比如說 2018好了 按確定 他一樣會 停在這裡 也就是說 你可以配合中斷點 再配合F8 F8是下一行的意思 下一行 如果說你想知道 現在某一個儲存格或某個變數裡面的值是什麼的話 你可以把優標放在上面 現在這一行還沒執行 所以I裡面沒有 F8 這個時候I會跳出什麼 等於2為什麼 因為他2到12 2到12 所以你可以逐行 按F8 然後這個D裡面放什麼東西 我幫他增加一個日期 2月1號 然後丟到哪裡呢 丟到2月的這個 第一天 所以你就可以逐行逐行去跑 利用這樣的方式 如果最後你確定OK的你可以再把它全部執行 把它就全部跑了 類似像這樣 不過這個是圖錯的技巧 我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然後這個是一鍵完成一整年的年曆 的範例 在雲端上 如果有需要的同學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要再看那個 數學 方便的函數 OK 請各位開啟那個 數學函數這一題 所以把這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一樣我們 假設用VBA來做的話 那我們 如果用VBA來統計什麼呢 比如說包含就是說 像前面的邏輯是 我要怎麼樣可以統計出那個 這個學生的總成績 那總成績 我們這邊 比較 他 負載 多一點 就是說他的比重 行李在第1次月考的上面的加上30% 第2次的話呢也是30% 第4次的話加40% 那月考總成績是多少 你可以在這邊 當然我們前面講過了 你可以用那個 如果用比重的話 可以用公式 這個 乘上 這個 這個 加上 這個 乘這個 加 這個 乘 然後 11列的部分要鎖起來 所以按F4 接著只要鎖列就好了 所以鎖11 鎖11 鎖11 然後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這個是用公式的方式做的 那如果說我用那個 函數的話呢 其中有一個叫 數學 與三角裡面有一個叫 三波打 三波打是兩個 範圍相乘的結果 三波打 然後你找 Array 1 Array 1的話就是 這個 我們的比重 先把比重 Array 2的話呢 就是他的成績 三個 那請你把那個 Array 1 按F4 其實按兩下會比較正確 因為等一下向下填滿 按確定 然後 把它取到小數點的 把小 取到整數好了 向下填滿 那再來請各位 一樣的邏輯 试一下 有沒有辦法用VBA來完成 這一題的話呢 其實跟前面也類似啊 而且這邊好像 沒有太 複雜的東西就跑一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 3到27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VBA來做的話 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剛剛類似的 公式吧 類似像這樣 或者用三波打 等等的方式 那VBA我們前面講有 用Sub 又用Function 兩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 可以先試試看 我們因為前 前面兩次 兩階段課程 講的是 跟函數有關 所以我講的比較快一點 VBA的部分 是比較重要 怎麼做 我想一樣 開發人員 裡面的話 我們再來 看這個 數學函數部分 日期 可以 看這個 是